你想找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回头我帮你打理他点 不用了 谢谢 万一我认识呢 他叫宋昆明 我就是宋昆明 这个女人在结婚前一天 遇到了此生挚爱 不是因为初衷外表 也不是因为腰缠万贯 只因为她的名字叫宋昆明 年少时 两个算命先生都提到过 说宋昆明 才是陪伴方圆一生的爱人 可兜兜转转过了这么多年 这个名字从未出现过 直到和未婚夫婚期已定时 家里接到了未婚夫同学的祝福电话 没想到那个人正好叫宋昆明 现在人在意大利 听到这个名字后 方圆再也不淡定了 觉得这是上天在提醒自己 不要潦草过一生 于是他和闺蜜一排集合 打算去意大利 见见这个传说中的男人 打听到宋昆明入住的酒店后 真的发现 有同名的中国人在里面 两人惊喜万分 晚上他们去了酒店餐厅 在一群金发碧眼的人中 一个戴着黑帽子的人 吸引了方圆 男人似乎察觉到了这边的目光 竟然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方圆几乎立即断定 这人就是传说中的灵魂伴侣 宋昆明 听到闺蜜吐槽对方的长相 方圆当即反驳 说长得很特别 一看就很有味道 随后就想上前打招呼 还好闺蜜聪明 说先去吧台问问宋昆明的座位 没想到一番询问下来 发现对方并不是宋昆明 而是在窗户边上穿毛泥大衣的 两人连忙过去查看 结果发现人早就走了 方圆想都没想追了出去 茫茫人海中 方圆紧追慢赶 最后还是跟丢了 这时候几个喝醉的小混混拦住了方圆 正当他不知所措时 帽子男出现了 他让方圆先走 自己留下周旋 结果挨了一顿打 帽子男抽空撒鸭子跑 看到方圆在前方 他想都没想 拉着人家一顿狂奔 最后成功甩掉了小混混 做完自我介绍后 方圆惊讶地发现 对方就是宋昆明 这让方圆大吃一惊 心情瞬间激动起来 他转身买了一堆药为其包扎 慢慢的接触中 方圆发现 对方虽然样貌不出众 但十分幽默 说话特逗 不仅如此 宋昆明还十分浪漫 租了个马车带方圆回酒店 这样的细节 满足了方圆所有的幻想 愈发觉得 算命先生的话特别对 仅仅数小时 两人的关系突飞猛进 最后来到了酒店房间里贪心 几瓶红酒下去 方圆坦承了自己本来要嫁人的 那人正是宋昆明的大学同学 听到这里 宋昆明表情变了 方圆还以为对方生气了 主动上前安慰 表明直到今天 才相信所谓的缘分 情到浓处 宋昆明突然来了一句 其实宋昆明是我的假名 我的真名叫做冯大理 这个女人太奇葩了 正和异性情到浓处时 仅仅因为对方说自己不叫宋昆明 她就立刻翻了脸 一脚将其踹下了床 男人慌了 说自己除了名字不对外 有钱有才还单身 方圆对此嗤之以鼻 她老早就定下了 这辈子只嫁给叫宋昆明的男人 说完就要报警赶人 冯大理慌了 劝女人冷静 结果方圆变本家里 直接拿起花瓶准备开打 此时不跑更待何时 冯大理拿着衣服灰溜溜走了 方圆在屋里跟闺蜜哭诉 说自己明天就回国 跟未婚夫结婚 结果就在回国前夕 被打跑的冯大理又敲了门 此时方圆不在房内 闺蜜看到这个骗子就来气 但冯大理却振振有词 说自己要是想骗人 完全可以等生米煮成熟饭后 再告诉真名 这话很有道理 闺蜜被劝详了 两人来到广场一句 冯大理用滔滔不绝的词汇 加上诚恳的眼神 成功劝说对方帮自己一把 于是他们找到了方圆 冯大理首先道歉 并表示自己特意打听了 孙昆明的下落 现在他人在弗洛伦萨 自己愿意带对方免费走一趟 闺蜜趁机也帮了枪 方圆没有拒绝的道理 三个人就结伴出发了 冯大理开着自己的小货车 带着两位美女 不仅当免费司机 还充当笑聊担当 一路上将人斗得前仰后合 方圆的话也变得多了起来 闺蜜看得出 方圆好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 不久后冯大理带两人去了自己的家 他平时喜欢收藏古董 开了一个类似的店 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引起了方圆的兴趣 而冯大理则出口成章 能够说出每件东西的历史 方圆能感受到 对方是个有深度的人 再次开车时 方圆坐在了副驾驶 稀稀利利的雨水下来 冯大理又买了一束花去了墓地 回来的时候 冯大理神色沉重 当年他在意大利孤苦无一 就是因为这个死者的帮助 自己才进了古董圈 活到了现在 做完这一切 三人继续上路 途经加油站时 冯大理去了厕所 为了表示免费乘车的感谢 方圆主动为其加油 没想到型号加错了 整个车直接报废了 就这样 晃晃悠悠开了半路 车子是彻底发动不了了 只能找了个三轮车把车拉走 几人只能到附近的修车厂 因为需要一定的时间 几人去了附近的咖啡馆 看到远处有工人在修饰墙壁 冯大理很是感慨 说自己之前就是修教堂的 干这种活儿 必须耐得住寂寞 差不多修缮一圈 需要五年的时间 等修好了 里面的地方又旧了 只能这样日复一日地修缮下去 最后 他转折到了方圆身上 说很佩服他 敢于为自己的事疯狂一回 这种勇气十分可嘉 方圆看着这个男人 说他是个表里不一的人 没有刚开始那么讨厌了 晚上 闺蜜约了新认识的小帅哥 而方圆则和冯大理 一直玩到了深夜 不得不说 两人默契的 就像多年的老朋友 怪不得会让冯大理念念不忘 快乐的旅程总要结束 马上到了和宋昆明 见面的日子 如果在结婚前一天 你命中注定的爱人出现了 你会抛下现在的一切吗 方圆的答案是肯定的 为了寻找一位 叫宋昆明的人 他从国内追到了弗洛伦萨 即将到了见面的一天 方圆心里却有些打退堂鼓 好在冯大理一直劝他 西天取经 八十一难都走了 就差取经这一步了 方圆觉得有道理 为了这次见面 方圆做足了心理建设 终于在一家酒店 看到了宋昆明的影子 听到对方肯定的回答 方圆激动坏了 当即约别人吃个饭 对方爽快的同意了 回去之后 方圆找出了最漂亮的裙子 画好漂亮的妆容 很是期待这次见面 就在这时 冯大理进来了 他送给了对方一条项链 和身上的红裙子十分百搭 看到心爱的女神 要和别的男人约会 冯大理努力挤出笑容 下午 方圆成功和宋昆明见了面 虽说这人不太幽默 又奄奄透着些许猥琐 但好在身材高大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名字叫宋昆明 方圆跟其聊得很开心 而冯大理一直注意着这边的动静 是不是海角局 方圆看在眼里 更加开心地跟宋昆明聊起了天 分别前 宋昆明邀请对方参加晚上的舞会 冯大理自然也要死去败赖地跟着 跳舞期间 宋昆明批评方圆的着装 实在不够庄重 这让方圆有些不耐烦 并且他渐渐觉得 宋昆明不像是自我介绍那般优秀 连著名的法国红酒牌子都不知道 莫扎特是哪里人都不知道 一曲还没结束 宋昆明就想更进一步 这让方圆有些生理不适 说想出去透透气 可这话在宋昆明眼里 就是赤裸裸地挑逗 他当即跟了出去 正大光明地动起手脚来 好在冯大理及时赶到 暴打了对方一拳 就在争辩途中 宋昆明一脸委屈 说不是你让我扮成宋昆明的吗 这时候方圆才知道自己又被骗了 眼前的宋昆明 不过是冯大理找来的演员 他怒不可遏 直接将其暴打一顿 闺蜜想拦都拦不住 冯大理也知道 这次的玩笑是开大了 回去的路上 方圆一直哭诉 但闺蜜却能从中听出 他对冯大理的在意 此次寻人之旅结束了 方圆打算在回国之前 跟冯大理好好告个别 两人一起散步 一起听着音乐 有那么几个瞬间 方圆差点想要留下来 可想到对方不是宋昆明 还是回了国 不过回去并不是和未婚夫结婚 而是与其说清楚 不能为了结婚而结婚 他打算退婚分手 就这样 方圆离开了家 他拿着行李 再次回到了意大利 找到了转行做修缮雕塑的冯大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篇虽然有些狗血 但也在告诉大家 不要因为压力 因为现实草草结婚 毕竟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 好了 本期解说到这里就结束了 小伙伴们记得一键三连哦 点赞订阅加关注 我们下次见